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为观止的兵马俑和迄今我们都无法亏其全貌的神秘秦陵 似乎都在向我们证实 那个时候的人类文明比起当今的人类毫不逊色 甚至更为先进和高超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令人叫绝的秦国高科技工程 水利奇迹 都江燕 咱们先来看一个都市传说 据说在1940年 侵华日军的军机正在四川明江上空盘旋 他们要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炸毁传说中的水利工程 都江燕 国君可以在西南大后坊坚守 都是因为这里有物资富饶的天府之国成都大平原 而灌溉大平原的则是一个 据传已经工作了2000多年的水利工程 都江燕 而就是因为这个都江燕 才使得四川平原 水汗从人 不知积谨 实无荒年 所以要是把它炸毁了 那国民政府不就不得不投降了吗 日军军机在这里绕来绕去 俯瞰下面却只有滔滔的岷江水奔流而去 哪有那个传说中的神秘大坝呢 这个都江燕到底在哪儿 无奈 日军只能是无功而返 当然啦 这只是个传说 但是从中大家就可以明白都江燕是怎样的一个水利奇迹了 因为一说到水利工程 人们脑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工造的大坝 把河水拦腰而断 人为的蓄水 或者是修运河 划一个长沟 把水源引到其他地方 再或者连接两条河道 而都江燕则是和自然合为一体 维护简单 对于环境又没有任何破坏 使用气又长 一直到今天还在沿用 并且是可以一直用下去 如今 都江燕饮水工程可以灌溉的面积 已经达到了上千万亩 而且还承担了成都和周边上千万人的生活用水 以及工业用水等等 那么 这样神宫般设计的都江燕 究竟有哪些神奇特别的设计呢 我们来说一下 成都平原是中国西南部山区最大的平原 面积达1.88万平方公里 这里是亚热带气候 土壤肥沃 是重粮食的好地方 在都江燕建成之前 西藏发源的水 从山上冲下来的时候 被成都平原西部的玉垒山给挡住了 就在外面流入到了明江 玉垒山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防止洪水冲入成都平原之后 变成汪洋大海的局面 但是 玉垒山也同样挡住了水 流向成都平原的北边 让这些地方反而没有了水 而成都平原的南部呢 当明江水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就又会洪水泛滥了 这要怎么办呢 古人想到在玉垒山这个地方开山引水 把明江水向东引出一部分 这样就可以保证北部有水灌溉 而南部又因为有北部的分水 而不会洪水泛滥了 这个想法真是高啊 但是这问题又来了 玉垒山可是非常坚硬的 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 要是一般人肯定就犯难了 不过呢 这南部岛杜江燕的设计师 战国时代秦国的水利工程专家李冰 那么李冰是怎么开凿玉垒山的呢 据说一开始凿的时候 开山的铁签子一砸下去就弯了 这也让李冰很是头疼 这个时候呢 来了一位石匠 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先在岩石上开一些槽线 再在槽线和天然的石缝里边呢 填上一些干草和树板 然后把它们点燃 烧起来之后 岩石就会变得很热 这个时候再泼上冷水 这样开凿起来也就省了很多力气 李冰肯定了这个办法 赶紧让大家干起来 一时之间整个工地燃起烈火 而巨石的爆裂声也在山谷中回荡 果然这个开凿的进度大大的加快了 巨石临巡的玉垒山终于被劈开了 早开的山口宽约20米称之为宝坪口 山口的右侧是一堆从玉垒山崩下的岩石 这就是有名的梨堆 之后李冰又命人挖掘出一条宽20米 深40米长80米的饮水河 将棉浆水给引出去 这就是第一道凿山饮水的大工程 这开山的任务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分水和排沙了 制水必先制沙 因为江水冲刷带下来的泥沙 如果不排走的话 过个几十年下来 这沉积的泥沙 就又可以堵死开凿好的运河口了 怎么办呢 古人早有办法 他们意识到水和沙石的质量是不同的 所以在流过弯道的时候 两种物质所走的边也就不同 比如说在江水拐弯的时候 20%的泥沙会顺着河道的外侧走 这里也叫内浆 而80%的泥沙则是顺着河道内侧走 这里叫做外浆 整个原理叫做二八排沙 如此一来水带下来的泥沙 绝大部分都会顺着泥沙流走了 可即便是这样 20%的沙石累积起来还是太多了 还是很快就可以把宝瓶口和运河给塞上了 这又怎么办呢 李冰发挥起了天才设计师的功力 巧妙的在河水中心建造了一个小岛叫金刚堤 金刚堤最前面叫鱼嘴 这样就诱人工的增加了一个弯道 根据泥沙在弯道二八分沙的原理 外浆20%的泥沙里就又有80%会流入棉浆 这样等到真正流入运河方向的泥沙 就只剩下20%当中的20%了 简单计算一下就是会流下4%的沙石 这样一来就可以人工清理了 是不是很妙呢 可是这里还有个问题 排沙的问题解决了 这流入宝瓶口的水不也就太少了吗 于是李冰又建造了一个小岛叫做人字的沙 在中间设计了一个低矮的堤坝 叫飞沙宴 这个飞沙宴的设计也得用绝妙来形容了 因为它既可以蓄水又可以排沙 怎么排沙呢 水量大的时候 水和泥沙就会漫过这个飞沙宴流入泥浆 等到水小的时候 泥沙就会落在飞沙宴上 还会有一部分泥沙 会在飞沙宴的宝瓶口打转 而最终也会落在飞沙宴 所以就是不会堵住这个宝瓶口和运河的 这就是杜江燕的又一个水利奇迹 二八排沙法的绝妙运用 讲完了二八排沙 咱们再来说说分水 怎么分水才可以让水量合适呢 这里里冰也是胸有成竹 他早就勘测好了 这里的地势是西高东低 于是他就利用这个条件设计出了四六分水法 咱们刚刚说到的金刚堤、飞沙宴、人字堤 在这又派上了用场 我们先来看看金刚堤最前端鱼嘴部分的铺面图 内江河床低于外江 在冬天、春天的枯水季节 冬江的水位较低 分水滴就可以让约40%的江水流入外江 而60%的江水流入内江 进入宝瓶口 保证了灌溉区的用水量 等到秋天、夏天这样的洪水季节 冬江的水位就又会相对的升高 分水滴又将60%的江水排入外江 40%的江水注入宝瓶口 这样就保证不会造成洪水泛滥 而非沙宴呢 则是能保证在水小的时候起到堤坝的作用 挡住江水 让水流入内江 而水大的时候 水流则可以没过非沙宴再流入外江 这么高明的项目工程 它的维护手册更是相当的简单易懂 只有六个字 深淘滩 堤作宴 每年的冬季枯水期 不种地的时节 民众就把宝瓶口这里积累的泥沙给挖掉 挖出的泥沙就可以用来堆积在非沙宴上 因为江水的冲刷 会使非沙宴流失一部分沙石 而正好用这个挖出的沙石再给补上 不要堆得太高 要低于金刚堤和人字堤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就叫碎修 如果遇到战乱时期 就算是十多年不休 这工程也可以维持使用 再有 都江宴还不会影响船只的往来 货物可以自由地通行运输 而且每年春夏运行期间 也不需要航运管理 不需要现代的电子系统来监视控制 这么精巧的分水设计 这智慧程度简直可以说是神了 都江宴使蜀地不知汗烙 获得了天府的美誉 蜀地也成为了秦国的粮仓 可以说 这里是让秦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强力后盾 最终尤其使皇时一统天下 这么神奇的设计 建造者是谁呢 诶 大家要问了 扶杨你刚才不是说了是礼兵吗 话是没错 可是大家知道吗 历史上可并没有确切地说 这位都江宴的设计师姓李 史记最早记载说 建造都江宴只是说 属地太守 兵 开凿河渠 饮水灌溉 这里很奇怪啊 按理说重要的人物 连姓氏都没留下 实在是不可能 比如说人们知道老子 他不姓老 而姓李 鲁班不姓鲁 而本名公书班 因是鲁国人又叫鲁班 那么这样重要的兵 怎么可以连姓都不给记载呢 再说了 如果按照鲁班式鲁国人的命名原则 后世也应该叫他秦兵才对呀 于是有人就开始研究起来 李冰父子的身世了 在四川民间有不少庙语 都供奉着李冰父子 据说李冰治水的时候 还与江神有过一拼 晋国时期的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道 冰凿崖时水神怒 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 契金蒙福 而且啊 李冰还制作了震水神兽 来压水晶治水害 蜀王本记就记载说 江水为害 熟手李冰做十锡五枚 两枚在府中 一枚在市桥下 两枚在水中 以压水晶 说到这儿 有看过我们之前那一期 不能动的中国文物的朋友 应该还记得 2013年1月8日 天府广场就挖掘出了一个 重达8.5吨的千年石兽 专家怀疑 这就是李冰当年投入水中的震水神兽 同年的7月8日 四川等地连续几天暴雨 连发洪水 泥石流等等自然灾害 网友们深深怀疑 这一切应该就是和当年年初挖出的震水神兽有关 于是大家呼吁赶紧将这石兽放回去 不过官方表示不相信 石兽也就没有被放回去 好 我们继续回到李冰这儿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李冰治水可谓是神通广大 他不仅仅修建了都江宴 还在今天的宜宾 乐山境内 开凿探险 疏通航道 又修建问井江 白木江 落水 棉水等等灌溉和航运的工程 他还参与修左道 开岩井等等 另外 他还修住了一条连接中原 四川雅安市与云南的五尺道 同样呈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水平 搞工程的人都知道 一个大工程可不是单单有个示意图就完事了的 你得给出非常详细的具体数字 长 宽 高 角度 还有怎么怎么建造等等 这么多的工程 李冰是怎么完成的呢 这简直是神一般的智慧与能力 据说正是因为如此 后人才给他安上了修道成仙的老子的姓氏 也就是李 大家认为李冰是神仙 所以说李冰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最后李冰去了哪呢 古蜀即位 李冰功佩下后 生仙在后城化 藏衣关于张山种中矣 翻成白话就是说张山后面埋葬了李冰 排立了碑 但是古蜀人说李冰的功绩堪比大雨治水 他本人生仙而去 所以 位于后崖的坟墓里埋的只是他的衣冠而已 其实 翻开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 在上古时期确实有过一段人 神同在的时期 有很多拥有非凡能力的高层生命 他们来到人间 以神或者半人半神的形象行走于世间 传给人们各种文化 记忆 还规范人伦道德等等 这些生命神通大显 而当时的普通人好像也不觉得惊奇 这是因为 那是一个人人信神的时代 神迹也是会经常显现的 大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比如说大雨 它治理的可谓是五千年一遇的大洪水 可是书上只是说 大雨利用疏通河道的方法来泄洪 把洪水给治理好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可是大家想想 黄河上下 长江南北 还有多少支流 峡谷和险境呢 要把绵延数千公里的江河以及各类湖海 像礼冰一样 进行巧妙的疏通 大雨那不也得靠山砸壁吗 它关地里 查水事 又治理洪水 才得以让中华文明绵延兴盛数千年 可是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缺乏了现代化工具的远古时代 大雨是怎么做到的呢 而且关键是 今天的我们竟然看不到任何人工的痕迹 这样说来 是不是有一些今天我们觉得本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地势 而实际上也是当年大雨治水的工程痕迹呢 不论是大雨治水 还是礼冰建都江燕 这都像是从神话中走出来的千古奇迹了 其实啊 它们或许就是神仙 或许它们掌握了我们今天人类还不了解的远古高科技 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些神奇的能力和技术并没有留下来 但是无论如何 就算古籍中琢磨不多 这点滴也足以让今天的我们惊叹了 好啊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为解之谜 我是福瑶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 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开通了捐款网页 也欢迎大家用这种方式支持我们 我们会把您的每一份支持都用在节目的前前后后的包装和制作上 包括进一步优化我们的节目啊 频道之类的 那么胡瑶和节目组呢 在这里就先 谢谢大家啦 我们下期节目见 2022 新唐人第八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 详情请见 vocal.ntdtv.com